然后它跟那个save有什么不一样 OK好 rescue 看一下这个 rescue跟save 这两个字在某些方面很近 意思很近 rescue呢比如说 现在的现代英文常常用的是用在 拯救什么动物啊 解救小动物啊有那种被虐待的啊什么什么的 OK我们常常用这样子 rescue OK把它从什么里面救出来 rescue OK rescue 那save呢比较怎么样 save跟这个rescue有什么不一样 你觉得哪个比较大 你觉得哪个比较大哪个比较小 那是save save 就比较食物 比较讲究食物 就是说 把它从丛林里面拯救出来啊 解救动物啊 什么那些东西 OK 特别rescue呢 特别是有强调把它从 罪恶啦或者从危险啦 从暴力之中拯救出来 OK 所以把它救出来 就是有这个救的动作 rescue是把它从这个里面给救出来 那save本身呢 save比较就是说 帮助save比较强调生命不命的问题 生命的问题 因为我把它 我帮助了它 就让它活存下来了 save比较偏向这种意思 有生命 就是说生命的延续 比较用save OK rescue呢 比较说 从一个伤害里面把它救出来 比如说大海龟 现在被人家用铁丝 绑住它的脖子了 所以都陷进它的脖子里面去 哎呀 这个太可怜了 我们去rescue它 把它救出来 所以避免大海龟受到伤害 避免大海龟这个危险 避免大海龟受到暴力 这个叫rescue save比较偏向就是说 我救了它以后 它就得以存活 它的生命呢 比较强调命不命的问题 我这一拯救它之后 所以通常save的话 比较大 题目比较大 我一救了它 它就可以活了 但有的时候 这两者之间是比较有 有交集的地方 对吧 有交集的地方 rescue比较强调 现在英文里面用的 rescue比较强调食物上 拯救大海龟了 拯救小猫小狗了 拯救一条蛇啊 拯救什么东西 rescue ok 他刚好到我到森林里迷路了 他把我rescue 把我救出来 ok 他不救我 我也不见得会活不下来 这种的话就是一个rescue拯救的行动 save呢 比较强调的就是 你不救的话 他就没命的那种 所以救了他以后 他就会活下来的那种 ok 好 有没有问题 rescue跟save rescue跟save 那rescue意思就是 你的意思就是 他只强调这个 拯救的这个动作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他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题目 就说你不救 他就没命这种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小范围 就是说 把他从一个什么陷阱里救出来 把他从一个受伤害 比如说我是个家暴妇女 被人家打得满身都肿了 你把我救出来 然后这个 把我从这种险状危险里面 给我救出来 我登山 结果我就走迷路了 我在深山里头迷路了 他把我救出来 那是rescue 深山里面我们强调都是rescue ok 但是救出来我说 幸亏他救了我 他救了我的命的时候 he saved my life 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用save了 因为我这次登山太危险了 ok 他这种拯救的行动 这个行动本身是rescue 可是他救出来我以后 他就救了我的命 he saved my life ok 所以每次讲到save的时候 都是跟命不命有关的 rescue可以单纯救 拯救的行为而言 rescue 这是一个rescue 地震 比如说这个这个什么四川汶川的地震 我们现在展开拯救的行动 这是一个rescue 因为牵涉到技术上 我们带着仪器去生命仪去 我们带着一帮人马去 这是一个rescue的团队 这个叫rescue 但是呢 救出来以后 那个压在底下四天的人 哇 叹了一口气 幸亏他们来 拯救了我的生命 save my life 所以每次你讲到save的时候 一定跟他的命不命是有关的 好 有没有问题 老师 就是这个rescue rescue 是不是也可以说 我们从我们的伤害当中 神拯救出来 是不是这个也可以用这个 可以 可以 harm ok 比如说他 我们从evil 把它从邪恶里面救出来 也是可以的 避免他被受伤害 避免他在危险 ok 这些都可以用 rescue 所以你可以rescue from什么东西 比如说 danger ok 危险里面 right 可以从什么evil evil里面救出来 从harm 被人家伤害 我是家暴妇女 我给人家打的遍体鳞伤 harm ok 谢谢 但是save的话呢 通常我们都习惯 但后面如果讲save的话